真的有那么多外资来买房产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取决于你是讲这哪一个城市 我看回这一个市主的post 他是讲这槟城 如果是外国人要来买槟城的房产 这个market我才不太熟悉 但是如果是讲为基隆坡市中心的话 肯定是有它的market的 再来如果是讲回现在最近的趋势来讲的话 我觉得基隆坡市中心下一个比较热门的城市 就是柔佛星山 因为你都看到了 现在很多这些外国的科技大巨头 都来马来西亚投资 然后都来开数据中心 尤其是很多数据中心都是在JB这个地方开的 所以这个动作 这样子的投资其实会引来很多外资 来买这边的房产 我所联系的房产其实除了房子以外 土地也是属于房产的 也是属于property的 所以到底是不是有那个外资来 是看那个地点 然后外资进来的时候 他们也是要看这个地点有什么opportunity 然后有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如果好像星山 柔佛这样子的城市 有这样子的大型发展的话 这样子的经济转型的话 是可以刺激到外资来买房产的 我会变成了一段时间就会发展 我会变成了一段时间就会发展